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跟着爱的寂寞 哇 好好听 呼声了 一皮疙瘩 周深演唱会上的白发奶奶 在生命圈的热度还没有下去 这次又一个小男孩 因为周深的史诗级皮肤 哭得稀里哗啦上了热搜 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小男孩 要看周深的达拉帮巴舞台 家长给他放错歌曲舞台了 我是周深的演唱会 不是周深的演唱会 我是周深的 那不是什么 是周深的白色衣服的 是白色衣服的 你要你要看什么衣服的周深啊 应该是银色的衣服 什么 银色的衣服 银色银色衣服 说的是这个吧 小朋友 那我给你按 看什么样子的 那你别哭好吧 你好好说你要看什么样子周深 就是那个带宏观的那个 啊 那个带宏观的 带宏观的周深 带宏观的 这不是小王子吗 嗯 那是周深 就是那个 玩了梦巴 啊 玩了梦巴 玩了梦巴是啊 嗯 好 我给你放你别吹好吧 可以吗 为什么 我给你放你别吹行吗 朋友们纷纷调侃 家长正是选对了英雄 没选对皮肤 随后周深史诗级皮肤 迅速冲上热搜 生命们看到都爆笑不已 这个小朋友 真的是太委屈了呢 可是 白衣服的周深 也很委屈呀 皮肤不对 就不爱我了嘛 小男孩 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男孩说的 应该是周深 在歌手当打之年 一人分是多角 唱跳的二次元神曲 巴拉崩巴 曾讯白皮树盖章 认可的十几一播放量 油管上近28万点赞 留下的当然是史诗级皮肤 不过 衣服确实是银色的 可是 好像没有皇冠呀 难道是周深 自带皇冠属性 还有网友微博问周深 看到这个热搜 有何感想 周深自己都说 一开始爆笑 然后觉得自己好幸福 是啊 没有比自己唱的歌 被人喜欢更幸福的事情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就是 家人给播放了正确的周深之后 马上就喜笑颜开 这样才对 昨晚舞台二零二三二孔淘汰赛 直面离别的周深崩溃落泪 感谢哥什么的信任 就刚才我感觉 有话没有跟蔡维泽说 有点压住 谢谢她的信任 谢谢奥斯卡的信任 你们愿意去 相信我这个陌生人吧 所以刚才乐童说真的话 我暗想 因为就是这种 陌生人给你的信任 真的 她真的太善良 太柔软了 善良到我不敢相信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明明她是导师 是那个有着相对上位的身份的人 在节目中爆梗 炒热节目气氛 可是她因为觉得可惜 就自己私下加班 跟了所有人彩排 帮他们抠创作细节 对学员的舞台提出意见 也是生怕伤害到他们 总要先铺垫 先鼓励他们好多遍 才会非常非常委婉 温柔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对于学员的困难 也会很耐心地 一遍遍示范 一遍遍教导 我很想说 就是谢谢蔡维泽 奥斯卡 以及还有很多 我们舞台歌手们 对我的信任 每一个舞台歌手来说 对我来说 一开始都是陌生 不过在现在 我们可能也只是在陪伴 那么短短的一点时间 很想好很多 但我没有想到 他们就愿意去接受 我的一些意见 我知道 但是明明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 明明已经那么好那么好了 最后却会因为学员选择听从她的意见而感动到落泪 可是啊 无私付出的是你呀 努力填补一点点缺憾的也是你呀 明明在帮助着他人的是你 你却好像完全没有自己对别人帮助多大的自觉 而是不断地强调学员能够接受你的意见 你很感动 世界上怎么会有因为别人接受了自己的帮助而感动的人呢 而你的理由却仅仅是因为陌生人的信任 你好像完全不会把功劳归绝于自己 完全想不到 其实也许不是对陌生人的信任 而是对一个有实力 有经验的前辈的信任 你为他们提出的那些意见 好多都成为了他们的舞台的亮点 这就足以证明你是完全值得他们信任的 他就这么无私地敞开自己 真的是又敬佩又心疼呀 好 没有 我们要算有点像 打开能力 喔 啊 有点 他就会把他帮助 那应该是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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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壽东西 店名流 哦 哦 插菜 心轩 directory 找宝贝 最后 二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